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這一次的一時程呢 哇是有點麻煩齁 因為他是算是兩隻BOSS 然後呢第一隻BOSS打完之後呢 會把狀態帶到第二隻 那有的時候啊 這個第一隻王的時候 技能用光光的時候 到第二隻就比較麻煩 然後其實BOSS也是蠻痛的 也會叫小兵齁 那我目前找到一隊 我覺得比較適合我的這個打法 但是沒有打很快的 我們就參考一下 第一隊的話呢我是用火隊喔 那火隊是我最強的這個隊伍嘛 然後第二隊的話我用力滑咒 因為第二隊的話 敵人是落光的 那我就可以上脆弱啊 這樣子一波帶走 好那我們就試試看吧 那這邊我上的是 可以疊破壞率的忍者 然後縱春百合 還有無敵的阿歪 那還有這一個大景 這個1000子 然後還有這一個東城獅 東城獅的話 我發現我竟然土二了 這個怎麼會抽到土二啊 那當然我有 我有繼承 原版的這一個 應該說原裝的這一個火陣 繼承到他身上去 那另外呢 就是他可以幫忙開一下這個技能攻擊力喔 然後呢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事業草 那開場的話呢其實沒什麼事情喔 我們就直接進攻吧 那這邊的話呢讓他重點保養 然後我給這個縱春百合裝備這個暴擊率 因為我的話呢想說省一點點喔 好怎麼省呢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但是這個就 大家的這個實力不大一樣喔 那因為我的縱春百合是已經突三了 所以說可能威力會強一點點這樣子喔 有點大聲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那個這個 再來的話呢就是開打 其實我今天我打了很多場齁 所以說我大概都已經 怎麼講很習慣了這個流程喔 OK然後呢開始的話就上護盾 那如果說沒有護盾的話呢 我們就用這一個1000指的這個防禦增加喔 然後開場的話沒什麼事喔 就是揍人 第一隻Boss的話是可以慢慢來齁 是可以慢慢來 然後現在要做什麼呢 喔12了齁 這個SP12的話我們就去後面 吃一個這個火的這個Buff 然後這邊的話呢沒有什麼特別事 就繼續進攻吧 那我沒有刻意留OD 留到這個第二隻Boss喔 所以我就是怎麼講呢 我還是用火盾齁 然後呢第二隻Boss的話 我會一路打到說這個 第二隻Boss破盾我才會換隊喔 好然後現在的話齁 因為護盾沒有了 所以呢我們1000指就上來了齁 然後開這一個加防禦力的技能齁 技能齁技能增加 那這樣子呢 呃縱村百合的話就是 吃了一個暴擊率增加 然後呢吃了兩個這一個火的攻擊力增加 這樣子就可以破盾了齁 好那我們就呃 上一個暴擊率 這樣子應該就是有百分之百的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邊的話順便就把這個火鎮給開一下吧 啊 那因為縱村百合已經開了這個加暴擊率 他就不能普攻了 加了防禦力之後就不痛不痛喔 不痛不痛的話呢 我們就這邊的話你就你就不能打了 不痛的話我們就普攻吧這個樣子齁 好誰上來其實都可以喔 那忍者的話這個SP也不要超過齁 OK好那我們就普攻吧 好然後呢我覺得可以破盾了齁 好那我破盾的話呢是這個樣子齁 看一下目前疊的這個buff 呃吃到大姐一次 然後四葉草一次 然後暴擊率一次 這樣子我就先開打齁先開打 好開打的話沒有什麼事情喔 我們就疊一個心意活性 呃大災難 好啦就這個樣子啦齁 好破盾了齁 那再來的話呢 我可能會打兩次齁 就是稍微打的比較 比較醜一點齁 但是我覺得我覺得沒有關係啦 好然後呢現在的話呢 這個因為已經敵人破盾了嘛 那我們就繼續上防禦力好了 好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忍者還是要再上一次心意活性喔 至少要上兩次 然後打那個破壞率喔 好 那這個是普通的技能攻擊力增加 跟這個火的技能攻擊力增加是可以分開計算的 那第二場的話呢 我會打個兩次齁 這個樣子 哎呀糟糕齁 他是使用這一招齁 可是我現在還有防禦力 所以說我就先不開Aoi的這個大招齁 那就硬吃這一招吧 Aoi的話呢 我們用個這一招齁 恢復DP齁 好就這個樣子齁 看誰血多就站在前面 好啦好啦 一千只站在前面啦 呃來 提升防禦力 這樣子 這樣就更彈啦 有一點亂上 就是說技能其實就是有點亂上 但是還好齁 OK齁 我們身上有這個防禦力增加的 OK再來的話就沒有了齁 我們就要開護盾了 然後呢 這一個SP也12了 加一個這個火焰 好然後呢 嗯 這個已經SP14了 那我們可以打出這個滅殺影分身了 OK 好 就這個樣子 這個只要疊滿打一次呢 就直接到了這個滿了齁 就直接300了齁 第一隻王的話破壞率就是300 哎呀 運氣很好耶 他還混亂咧 那現在的話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事齁 那我們就 我看一下齁 心願成真 才上一次是不是 這邊的話呢 沒關係你在後面齁 休息休息 我們的護盾還有一次喔 那就大家沒什麼事情就普攻吧 好 已經到歐第2了 哎呀 混亂齁 還賺到一回合 好現在該怎麼辦呢 還是要等重寸百合到這個SP15啊 那我們來確認一下齁 疊的話呢 有一個心願成真 一個大姐的火傷害增加 然後四葉草三個齁 三個齁 這樣子其實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想要再疊一次這個心願成真齁 所以說正好齁 阿歐的無敵還有一次 那就沒事做齁 就普攻 其實這個時候我就會開大招咧 要疊到OD3也是可以啦 那 我不知道耶 就是 我在試的時候並沒有一個順序 那我們就直接 嗯 好吧 我們就直接開無敵好了 開OD之後呢 我就直接打出去了 打出去之後呢 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疊齁 疊完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齁 啊不對齁 先心願成真齁 這樣子呢 就兩個 兩個這個技能攻擊增加了 然後暴擊率一個就可以了 等一下喔 稍等一下 暴擊率增加 哎呀 現在發現還好 還有得救這邊齁 我還沒有自己幫自己疊暴擊率 因為我只有吃一個四葉草的 好心願成真然後心意火性 好的 沒有問題 這樣子確保我們的暴擊率是百分之百 其實也可以吃兩個四葉草了 但是我想要留到這個下一隻王喔 好這樣子齁百分之百了 這樣確認一下齁 兩個心願成真 然後一個大姐的這個火傷害 然後一個四葉草的火傷害 然後暴擊率增加 然後自己的寶珠暴擊率增加 OK我們就這樣打出去喔 這樣子的話呢應該是 還沒有辦法把BOSS幹掉 但沒有關係齁沒有關係 我們就看看說 這樣子傷害大概是多少 好這樣子齁 我們就疊一下心意火性喔 沒事就給他疊一疊齁 這樣子還不能把敵人幹掉 但是應該是剩一點點 剩一點點而已 好 剩一點點的話呢 其實這一點點喔 用這個爆裂火焰我就可以收掉 但是這是我的狀況啦 那每個人狀況不大一樣齁 好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ROE的SP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沒有要用這個護盾齁 我想要把護盾留到這個下一個階段 所以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那麼的話呢 你就先普攻吧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就 盾牌龍捲風齁 好就這個樣子喔 我們就直接硬扛下來 愛情來的太快 就像龍捲風 好差不多了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裡的話我看看喔 這麼一點點的話 好啦我們就用爆裂火焰啦好不好 然後這個量表增加 那你呢 你也量表增加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解決了齁 看一下喔 我剛剛有疊這個暴擊率嗎 我沒有疊暴擊率耶 還是要疊一下 算算算 反正應該是可以過啦 就這樣子 疊兩下 好了過關了 OK 那現在我們去下一隻王吧 好 下一隻王一開始呢 就會給你一個很痛的全體攻擊 而且是多段的齁 所以說一開始呢 熬野就直接開護盾了齁 直接開護盾了 然後呢 我們就疊齁 我們先看一下齁 失業槽呢 就可以疊滿滿齁 那再來的話呢 沒事情的話 我們就一樣齁 來疊個 來疊個 現在就不用疊爆擊率了齁 這個眾生百合吃到兩次 事業槽的buff了 所以沒什麼事的話 我們就疊心意活性吧 不過 我的心意活性好像已經疊滿了耶 好啦好啦 我們再疊啦齁 我們就再疊一次喔 這樣應該疊滿了吧 這個很痛喔 這個蠻痛的 來我們來看齁 大姐的這個無味之心齁 他會讓敵人攻擊集中到自己身上 我們來看看發生什麼事情齁 好這個樣子 那ROE的話呢 我們就 愛情來得太快 龍捲風喔 打下去 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呢 你沒什麼事情 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 看看齁 心願成真 還是 勿忘你終有一死呢 我先讓 我先讓這個百合站在前面好了齁 因為百合的話 是圖3的齁 讓他多獲得一點這個 SP好了 好 我們就揍人囉 好 就這個樣子 好注意看敵人打誰喔 欸 打我們的大姐有沒有 打大姐喔 所以說這樣子並沒有消耗掉這個ROE的護盾齁 讚 大姐超棒的 好 那既然這一次還有護盾在的話呢 我們就 沒事做齁 繼續 歸我們的這個SP齁 慢慢來慢慢來 因為那個你可以看到齁 這個敵人身上呢 還有那一個這個大姐的那個注意喔 挑釁啦 欸 吃下來了齁 好吃好吃 然後呢 再來的話我們繼續開護盾喔 那大姐的話呢 就先 我看一下喔 他這個只剩一次 我們等到沒有天使之一再打好了 好 再來的話呢 嗯 差不多可以開始疊BUFF了 我們來看一下齁 稍等一下喔 要疊的話呢 兩次火陣吃滿滿 好 就這個樣子囉 目標Od2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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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已經沒有天使之一了齁 那怎麼辦呢 我看一下喔 注意還在Aoi身上齁 這樣子應該是可以撐得下來 好 那我們就趕快開一個火陣吧 增加防禦力 那再來的話呢 欸 這邊齁 嗯 勿忘你終有一詞齁 因為那個剛剛的火陣是上一隻王 所以這一隻王呢 我們還要開一次火陣 而且這一隻這個東城獅呢 是完整的吃完了這一個 呃 四葉草的兩次BUFF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吧 先慈愛的波動 那至於說Aoi的話 呃 這個SP夠的話 就直接打下去了 趁敵人有兩隻的這個狀況喔 兩隻的話就多獲得一點這個Od嘛 哎呀 又多賺一點點 哎呀 又多賺一點點 棒 哎呀 還把小兵幹掉 哎呀又追擊了 怎麼賺 撐得住 為什麼撐得住呢 是因為說這個我們有大姐的護盾在喔 好 然後呢再來的話呢 就 呃 我們要打到Od2嘛 對不對 好 心願成真齁 然後忍者的話 千萬不能亂打喔 那這邊的話呢 因為 有點怕怕的齁 那我們就 嗯 普攻吧 普攻吧 無謂之星喔 我們的護盾還在嗎 護盾 防禦力還在齁 所以說應該死不了 應該死不了 好 我們就上一個技能攻擊力增加 好 呃 這一回合 要開大了齁 不開大不行了 好 那我們就看看齁 怎麼開大呢 嗯 無謂之星沒有用了齁 好像 好像 該該打的都打了齁 好 這三下的話呢 肯定是可以Od2的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齁 就直接普攻囉 好 普攻普攻普攻 OK 1 2 3 GO 點下去 好 這個樣子呢 呃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破盾了齁 破盾之後呢 來 打破壞率 打破壞率 然後讓接下來的這一個 第二隊接手 那打破壞率的話呢 我們有兩回合 所以說就 呃 有什麼輸出 就打什麼輸出 哎呦 心願成章還能還能再用一次啊 那當然再用一次啊 對不對 你看 心願成章在這個地方齁 這個才吃一次 好就這個樣子 我們已經幫忙打很多了齁 那再來的話呢 已經沒什麼好稱的齁 雖然說我想要疊心心意火星但是不用疊了齁 因為我們已經 呃 就是怎麼講呢 就是 呃 已經大家都快掛掉了 所以呢 我們就 呃 有什麼技能能打就打吧 喔 這邊喔 好 現在就是純粹就是 呃 打OD 然後呢 疊破壞率 好 那 到了這邊的話呢 應該是 還能再撐一回合嗎 我不是很確定喔 不然的話呢 我們打完之後再切換好了齁 其實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喔 但是 看起來前面這三個護盾都還夠啊 好 那就試試看喔 試試看喔 打完之後呢 我們再 我們再去那個 按切換喔 欸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下一隊的話問題就比較大了齁 因為下一隊的話就沒有什麼防禦的角色 會很痛齁 會很痛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就差不多齁 OD2就要開打了 好 開場的話呢 就直接尻囉 因為那個前面這三隻是我大概最強的角色 雙神跟這一個圖三的這個利華咒 好 那我們就直接打吧 再來就會破盾破的亂七八糟 我說的是我方啦 再來就沒有辦法了 就是 就是直接跟他拚了 那既然你的這個防禦力被下降的話呢 那我們就上來 然後齁 我上了一個中木燒 災惡狀態有沒有齁 趕快上一下 999了999了 我真的是真的是很很危險的很危險的齁 那但是沒辦法 好 我們就這個樣子吧 嗯 其實差不多了齁 那我們看看齁 應該要怎麼打呢 嗯 上一個 上一個脆弱 上一個脆弱 然後 你來個洞察力齁 那這邊的話呢 普攻 我有點不確定說這個 這個這個普 這樣子打呢 會不會 怎麼講齁 會不會不夠 因為這個奏願之劍的話呢 他好像只有一下而已 所以 嗯 是有點怕怕的齁 所以我覺得還是 還是普通攻擊好了齁 還是普通攻擊好了 還是普通攻擊好了 要百分之百的確定 一定要進到Od2 就這樣子 好 開Od2 好 第二隊的話 其實時間真的不多齁 然後呢 這兩回合的話 就是 雙神疊上去 我的麗華咒 可能 可能心眼都來不及吃滿 但沒關係齁 無中生有齁 然後這樣子 絕對現象 然後洞察力 好 我已經沒有再多一回合了齁 在這一個Od2 一定要打出去齁 然後 無中生有 絕對現象 打出去 因為等一下敵人一動的話 大概就 大概就出事了 其實 欸其實 還可以讓 還可以讓這個 隊友 我學姐其實 還有機會開個大招累積Od 但是 但是這個可能累積不到齁 因為這個Od1條是40嘛 好 確定一下齁 我們是點到這個Boss 不是點到小兵齁 點Boss 點Boss 確定一下 然後再確定一下 好 就這個樣子 999 999 雖然說沒有疊滿脆弱 但是沒關係齁 破壞力也已經滿了 對 這樣子我學姐沒有發揮 可能可以上一個這個 這個保護的角色 什麼 這一個 不見玉啊 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那個誰啊 那個劉美銀啊 補個DP齁 好 這邊的話跳過 這邊就不要看了 欸不對 還沒跳過 再來是第三階段 那第三階段不要怕齁 不要怕 因為第三階段的話呢 是劇情 所以說呢 絕對不會死 絕對不會死 好第三階段呢 你就不用怕齁 像我現在把這個 周末勢放上來 然後我們就打吧 好 完全不用怕齁 其實我這麼講齁 是因為說我第一次過的時候 我忘記 我忘記是怎麼樣 其實一開始我是蠻怕的 我想說完了完了完了 好不容易打完這個 一二階段 結果第三階段死掉 該怎麼辦 好 可以看到齁 你看那個 周末勢的那個血喔 打的都是那個個位數的 哎呀 不通不通啦 好 就這個樣子 OK 後面我們就不看齁 就直接跳過去了 好機車又要再看一次這個第三章的後面喔 好 那就跳過了 OK 好 那是我已經拿了啦 那所以說這一次就是 意思成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那來分享一下我的這個隊伍喔 好那我的兩隊是這個樣子喔 我們再看一下齁 意思成這個地方 好 中途開始 來看一下齁 OK 我的第一隊齁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的這個百合是已經圖3了 然後東城獅呢圖2 竟然東城獅圖2了 然後呢 他是繼承這個原裝東城獅的這個火陣 那其他的話都是0喔 那阿尾的話已經圖2了 好那第二隊的話呢 長這個樣子 欸就我發現剛剛學姐沒有事做耶 好 然後第二隊的話呢就是雙神加上利華咒 中木燒的話呢就是降一個這個debuff 不然的話boss有的時候太痛了 然後童神沒眼的話上脆弱 因為敵人是有弱點 弱這個光所以說脆弱是可以上去的 好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